五块五一个那么些 算了 五块五一个 记者翻了半天 也不见黑人牙膏几个大字 再确认一下 这个肯定是仿的吧 这肯定是仿的 它没有写 都没有写黑牙膏的 怎么不是仿的呢 那根本黑人家庭 你出了吧 你去不去买东西啊 没办法 记者只好照价买了几盒 一线记者看到的买到的牙膏质量怎么样 是哪里生产的 记者展开了调查 牙膏盒上没有黑人牙膏几个字 却标明了黑人牙膏公司监制 一线记者按照牙膏盒背面留下的客服电话打了过去 记者想把情况反映给黑人牙膏的正品生产厂家好莱化工 欢迎致电好莱化工 服务泄露正忙 请稍后再播 谢谢 这仿造的牙膏好用吗 可以打开用了一下 感觉真的很不对劲 比较浑浊了 它那个口感不像 而且漱口的话也不容易漱干净 就像有一些附着物在你的牙齿上这样 记者也做了个简单的产品对比 用力把它挤出来 在这几款茶背爽 茶背剑的牙膏包装盒上都写着同一个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东平村 一线记者决定深入调查看个究竟 一线记者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盒子上留下的地址 东平村昆河路第八栋 我们门口有很多那种牙膏 好神秘的牙膏做法 大白天竟然关着门干活 虽然关着门还是能听到里面有很大的机器轰鸣声 我们现在想买你们牙膏 是啊 你开压门吗 你看压门吗 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买你牙膏 等一下就到了 好 十几分钟之后 这厂里终于出来一个人跟记者接洽 为了搞清楚情况 一线记者随后也联系了广州市制监群 这一到以后 你们先下去 然后这个按照你们原来的身份 敲 敲开敲开 一开我们马上就出现了 敲开更好 敲不开我们再说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别动 别动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桌房不大 生产着可全身明天白 长得极像佳节式的CT法 没有写明黑人牙膏的黑人牙膏 靠着墙角还随意堆放着好几桶 颜色怪异的牙膏膏体 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授权生产的有没有 有的 你拿上 他有没有拿过来 把这个拿过来 这些是有的 到底有没有 在现场等了一个多钟头 仍然不见所谓授权书的踪影 知识法人员当场查封了所有可疑的牙膏 牙膏虽小 出了事儿这影响很大 打架部门打掉了一个造假窝点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发现类似的假毛商品 一是不要购买 二是要及时的投诉举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封面故事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线现场